说起娱乐圈的童星,大家心中肯定会叫出很多名字,比如张一山,关小彤,杨子等等。 杨子出生于1992年,从小生长在一个普通家庭里,在杨子还是很小的时候,就表现出了极大的艺术天分。 于是,她的妈妈便送她到少年宫学习,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,她一出演如此出山,正是踏入了娱乐圈,那时候她还很小,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部电视剧,真正让她被观众熟知的是《那部家有儿女》。 她在剧中饰演的是小雪一绝,性格鲜明,古灵精怪,十分可爱的一个形象,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一夜之间,她成了家喻户晓的儿童明星,甚至还有网友称她为国民闺女,虽然是出于好意,但是,对杨子的打击是特别的大,以至于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,杨子都没有出过新的作品。 《战长沙》这部剧剧情时间跨度大,女主经历了由少女到为人母的转变,而杨子用她的演技向我们证明了,她好像就是那个角色,表现得可圈可点。 最值得表扬的是,杨子的哭戏很有爆发力,给人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,随后的一部《香蜜沉沉浸如霜》,更是把杨子送上了巅峰。 在剧中,杨子的演技真的令人称赞不已,从此以后,杨子也彻底撕掉了小雪这个标签。 杨子这么优秀,那她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呢? 杨子的父亲是一名消防员,而她的母亲呢,算是半个娱乐圈人,职业是一名配音演员。 作为配音演员的母亲,对同样干这行的女儿也是下足了功夫指导和培养。 她的妈妈对杨子的台词专业要求很是严格,而且,她还希望杨子每部戏都自己配音。 所以,看杨子现在的台词功底这么优秀,其实都离不开母亲在背后的耐心和指导。 如今,杨子在娱乐圈发展的风生水起,但是,这并没有使杨子迷失方向,而是在自己专业的道路上努力提升。 让我们一起期待杨子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影视作品吧。